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96集 狗奴才真威风 武门内外一片死寂 数百名官员宛如集体诗声 耳边回荡着这句讽刺意味极重的诗 只有读书人才能真切的听懂这句诗里夹带的讽刺 是何其的尖锐 读书人不怕被骂 也不怕吵架 甚至有将吵架视作论道 沾沾自喜 地位低的 喜欢找地位高的吵架 声明已久的喜欢找同级别的吵架 甚至喜欢找皇帝吵架 一旦皇帝气急败坏 他们还会指着皇帝说 他急了他急了 几十钟就是词中翘楚 但是读书人呢 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读书人 他们害怕被三种东西骂 一 史书 二 文章 三 诗词 因为此三者涉及到读书人最在意的东西 什么呢 名声 身前身后的名声 耳槽身与名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此乃诛心之言 没有任何读书人能忍受这句诗词的嘲讽 太恶意了 数百名精官 此时此刻竟有种血气冲到脸皮的感觉 真切的感受到巨大的侮辱 不仅是诗词本身 还因为 还因为羞辱他们这群读书人的 是一个粗鄙的武夫 直到那个身负短披风的挺拔身影 越行越远 才有一位官员颤抖着声音说道 狂徒 数字 粗鲁匹夫 尽看如此欺辱我等 诸位大人 誓可忍输不可忍 速速发兵 斩了这狗贼 说话的是 左都玉使元雄 一切谋划落空 他心情陷入低谷 整个人犹如火药桶 这个时候 许秦安刻意等在武门踩一脚的行为 让他气得心肝剧痛 元雄觉得 许秦安这句诗是在嘲讽自己 要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 第二个暴走的是兵部侍郎秦元道 他狂怒的前冲几步 吏声喝道 可惜 大内侍卫只听从远景帝的命令 就连公主和皇子都无权调动 孙尚书心情颇为复杂 愤怒是不可避免的 但不知道为何心里松了口气 许秦安没有点名道姓 他把大家都盯在了耻辱柱上 均摊一下 大家受到的耻辱就不是那么尖锐了 孙尚书觉得自己的心态有点问题 但是呢 又总结不出来 饱读师叔的孙尚书 没看过鲁书人写的书 魏公真是培养了一个得力下属啊 王首府嘴角抽搐阴阳怪气的 就算是城府深不可测的 王首府也被气到了 这句诗的杀伤力可见一般 众官员气急败坏地看向魏渊 以眼神质问他 魏渊似乎才回过神来 神态自若地反问道 诸位这是作甚啊 莫非通通对号入座了 众官员神色一致 感觉被魏渊轻飘飘的话 给反将了一句 那 那今日这事 史书上该如何写啊 一位年轻的汉林院士讲 陈生说道 话音方落 便见一位位官员扭过头来 悠悠地看着他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读书把脑子读傻了吗 汉林院士缩了缩脑袋 此灯小事 不足以载入史册 朝会已闭 主公不宜群聚无门 尽早散了吧 说吧 率先离开 走出一段路后 魏渊再难掩嘴角泛起的笑意 幸灾乐祸地 嘿嘿嘿了几声 离开了宫门 进入车厢 心情极佳的魏渊 把五门发生的事 告诉了驾车的南宫倩柔 气质阴柔的义子 喝了一下 义父 您当时不也在诸宫之中吗 魏渊脸上笑意 一点点的退去 五门外 怀请和林安依旧停留原地 望着文武百官散去的身影 二曹身与名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怀请心里喃喃自语 他瞳孔里映着主公的背影 心里却只有那个穿着打羹人拆服 提刀而去的挺拔身影 许宁燕与寻常武夫不同 他懂得如何攻人七寸 如何用最犀利的攻击 报复敌人 却又不危及自身 以诗词诸心 痛击文人七寸 这是许宁燕 独一无二的能力 狗奴才真威风啊 表表难难道 他眼里只有一个场景 狗奴才轻飘飘的一句诗 便让文武百官暴跳如雷 却又无可奈何 在表表心里 这是父皇都做不到的事 父皇虽然可以诠释压人 但做不到狗奴才这般轻描淡写 他妩媚的桃花眸子 晶晶闪亮 有些骄傲的挺了挺胸仆 勉强挺出了怀庆的日常规模 秦宫里 结束早朝 手里握着道经的园景地 沉默地听完了大太监的禀告 知晓了五门发生的一切 好胆色 原警帝笑了笑 分不清是赞扬还是讥笑 不过 老太监有一点能确认 那就是原警帝得知此事 得知许七安狂妄行为 没有降罪的意思 他隐约能猜到原警帝的心思 许七安的所作所为 再把自己往孤臣方向靠拢 再走未冤的老路 而孤臣往往是最让皇帝放心的 一个有能力 有天赋 有才华的年轻人 相比起他左右逢源 四处结党 当然是当一个孤臣 更符合陛下的心意 二曹身与明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原警帝哈哈大笑 一脸戏谑的表情 嗯 哈哈哈哈 好诗好诗啊 咱们这位大奉诗魁 当之无愧 大半 传阵口谕 命汉林院将此事载入史册 这要亲自过目 这是皇上对汉林院那帮书呆子的报复 许家兄弟的两首诗都让陛下龙颜大悦 老太监领命退去 二曹身与明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原警帝再次吟诵这句诗 脸上的快意渐渐退去 长生的渴望愈发赤裂 无膳时 楚元准在饭桌听顾友说起朝堂发生的事 以及最后许宁燕一人一刀挡百官 以诗词嘲讽群臣的画面 这竟然是这样的方式破局 以勋贵对抗文臣 主意倒是不错 不过本身难度极高 许宁燕和三号是怎么做他的 三号和许宁燕不愧是兄弟 诗词天赋 皆是精彩绝艳 可惜的是 三号现在羽翼未封 品级上低 与他堂兄许七安差得太远 否则当日下目的人里 必定有三号 当然 儒家体系衰弱已久 三号品级低也是可以理解 对于三号在朝堂之上做的诗 楚元准赞叹了一句 便不再多言 诗是好诗 可惜最后一句不得他心 反倒是许宁燕嘲讽群臣的诗 楚元准听得热血沸腾 当场联合三杯 我早就想这么骂那些诗位素餐的人了 可惜诗词非我所长 许宁燕不愧是大奉诗魁 触目三分啊 浑身畅快 他有种即刻去寻许宁燕 与他八九言欢 打醉一场的冲动 但是考虑到对方刚解决堂弟 科举舞弊案 后续还有一些琐事要处理 便忍住了冲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